接下来是花莲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 花莲县政府在今天的防疫记者会上 公布了今天新增了962例的确诊个案 而县政府下午3点也特别召开了记者会 针对了相关的政策来进行说明 本县今天的确诊人数是962人 一样的跟上周二比较起来是1427人 将近少了500人 所以我们的疫情也在趋缓中 接下来再跟我们乡亲来再次的呼吁 0到6岁的孩子 你可以拿你的健保卡 父母可以拿他的健保卡 到我们的社区药局去领取5G的快30G 一份5G的快30G 从6月1号到6月30号 今天已经6月14快过一半了 如果你用居家快30 是阳性的话 居家快是阳性的话 那你可以到我们70家的诊所 70家的诊所 那如果说你这个诊所端去不方便 或者它没有开的话 那你可以到我们慈禧院中山路旁边 那边有个一站式的服务 确诊如果说当你的诊断有疑虑的时候 旁边可以做PCR的裁剪 那如果有药物的需要 可以领离开抗病毒的药物 或者是一般的症状治疗药物 50岁以上的话 这个就是中老年人的话 那我想这个覆盖率就稍微偏低 年龄越高 这个疫苗覆盖率就越低 但是事实上一旦被感染之后 危险的中重症的死亡率高的 中重症的发生率高的 死亡率高的 反而是我们的长辈 所以在这边还是呼吁我们长辈 可能的话尽量赶快来接种疫苗 那我想疫苗的接种还是防范中重症 以及防范死亡最好的一个途径